-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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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成立頻道的初衷 其實就是很單純的想要記錄現在的生活而已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完全覺得自己是一個YouTuber 我覺得我自身還是一個媽媽 一個家庭祖父兒 我可以帶給他們不一樣的一些生活動力也好 或者是一些鼓勵也好 我覺得那都是支持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我就想說那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直接去做 因為可能不做之後會後悔 也就是說 常常會有一句話 會在我腦海裡面知道 就是 The best time you do something is now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就直接做了 那之後我會不會做下去 就是等到走到那一步以後再去想一下 我會不會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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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螢幕前面要呈現你自己原本的樣子 這樣大家才會真的喜歡你 因為你的真誠大家才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個人認為要開始Youtube並且認真的營運 要有非常大的決心 因為這不是一個輕鬆的工作 尤其通常大部分的人錢其實沒有人看 然後又沒錢賺的 會需要比較大的毅力和心臟來承受這個事實 所以真心建議要對這件事情拍片剪片 或是經營頻道有熱忱 那這樣過程才會比較順利 我覺得可以再更挑戰自己 所以這時候才開了Youtube頻道 所以當時候其實也是從自己的興趣跟熱忱做出發 然後投入在網路社群中慢慢被人家看到 其實我想要做Youtube已經蠻久了 大概好像2017年開始 那個時候我真的純粹做的就是 為了冥想的內容 那一年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看了很多 特別是某一個美國的身心靈的一個老師的影片 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激勵 對我來說我一直不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有負擔東西 相反的他對我來說 可能就可以等同於是很多人所謂的休閒娛樂這樣子 就是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從裡面獲得很多成就感 其實我是看了一個叫清醒夢的Youtuber 他是英國人 他後來已經沒有拍影片了 我是算被他啟蒙的啦 看他影片才發現 其實拍影片是可以分享個人的情緒 不只是我很快樂而已 因為你每天上網看別人販賣快樂 你會覺得你受不了啊 你會很希望他過慘一點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確實在日本不是那麼快樂的 那我就說實話 所以這應該算是我拍影片的最開始的動機吧 如果能夠真正影響一些人 能夠讓他們往比較好的一個方向去 繼續的努力 繼續的進 那我覺得這是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覺得就是說你最大的reward 就是人家給你100萬台幣 但這不是100萬台幣 而是僅僅是一個人 他回信給你 然後說謝謝你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最大的reward 其實我覺得最困難的不是想這麼多主題的題材 最困難的是堅持這樣的字 我會做各種不一樣主題的影片 去增加一些新鮮感吧 因為當初我自己喜歡上拍片 就是因為我想要記錄生活 然後想嘗試各種不同的主題帶給觀眾 然後看到他們的反饋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在我的頻道的主題K-POP下面 去結合了非常多不同的主題的影片 也能讓觀眾在一些比較純K-POP的影片之餘 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我 我的頻道並不是一路很順遂的爬上去 它其實就是有高有低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頻道經營這件事情 它其實你會一直知道你要幹嘛 但是總會有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你想做的事情跟觀眾想看 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要做出曲折的時候 就看你要選哪邊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選擇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想要打造個人品牌 你真的不必想太多 記得這個打造個人品牌 它不可能一步到位 它是不斷演進的過程 即使到今天 我都還在ING的狀態 你就放手一搏吧 我都可以做到 你會不會看到 你會不會看到 我都會想做的事情 這次就把人家的問題 你會想看 那我就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